Yo 繼續是波子1 怪異症候雲2 我們上一集Case 1就完結了 我們就開始這個Case 2的故事 這裡是小女 我們... 以後都不可以再一起玩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要走了 為什麼要走? 我不想你走 你要去哪裡? 我不知道 明天你還是不要再來 永別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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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離開我 謝謝你 我真的很開心 你應該回家了 天色很慢 還有呆在的話很危險 回去之後 是不是就 再也見不到你了? 大概是 他的音樂是很戀愛的感覺 為什麼? 什麼事呢? 天色已黃昏 Are you sure? 好夜 早上來獲獲照 谷川警察局 得勤科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 大家好我是 中村 事不宜遲 我交代給你們的任務 可能大家已經注意到了 最近頻頻出現這些靈異事件的報告 只要計算三天來 報警就有七件 應該沒有報警的 我想應該數量是不可估量的 所以這次呢 這個緊急事件 趁著這個靈異範圍還很小 就迅速消滅它 好嗎? 這次的原因是什麼呢? 恐怕應該是上一次那件事 事件代號048絕後之盒 當時人前咒術師家族的神代依代 他遭遇了恐怖的詛咒 就是之前那件事嗎? 嗯 以那件事作為開端 谷川市全市各地就開始接到 這些目擊到靈異現象的報告 仿佛平靜的水面上 丟了一個小石子上去 這個城市的怪異就好像波紋一樣 傳染開來了 好好的比喻 啊 那就糟糕了 一定要快點想辦法 那我們就進入正題了 由今天開始 特勤火全部的工作人員 都會強制參加這個消滅 靈異特別行動 就是大家開OT 加班是沒有錢收的 綜合指揮由我來擔任 嗯 小初你就負責聯絡情報吧 冰室警官高木警官還有小毛 麻煩你們三個就前往現場去調查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了 解散 Dismiss 嘩 嘩 嘩 我們現在很帥 我們現在在這個 警察局 谷川警察局 谷川市警察局 這個是這次事件的調查報告 你看看吧 看完 現在靈異發生得最頻密的地區 是谷川市S區 請你去調查那裡 小心點 OK 這個是誰 這個是 這個是 它不出聲 它說什麼 最後一句 我認真工作 你站在那裡 不要裝了 那 前往調查 還是繼續亂走呢 前往調查吧 好嗎 我們去了一個 森林 是不是已經去了S區呢 但是風和日麗 對呀 環境都很美 日光日白就要巡邏 怪兒已經在谷川市裡傳染開來了嗎 我們仍然是搬搬移的 這個就是S區 谷川市S區 好像都是住宅區 我們是不是逐間逐湖去幫拖呢 是不是呢 就是等一下有什麼地方 發生了一些怪物 我們都不知道 有個摩托車放在那裡 哪一個留下的呢 是不是一直向左走 這條街沒有進流 要不要走上去看看 有一對 父女A 聽說 剛剛搬來這裡的衰藤先生 前幾天死了啦 那天真是錯 哦 那個我都聽廣告的 是不是還有住在東邊那個村野先生 好似說 已經死了第二個人了 呀 真的太可怕了 八婆說話 八公八婆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啊 你沒聽說過嗎 剛剛搬來這裡的衰藤先生 和村野先生 都離奇死了呀 離奇死亡 哎呀哎呀 那兩個人好像都是搬來之後 突然死了 而且好像是一個禮拜之內的 一個禮拜之內 就好像跟那天 同一天來 會不會這麼巧合呢 哎呀 虎女師 這個呢 就不是巧合來的 今天你們三個人都死了 蛤 哈哈 三個八婆 哈哈哈哈 三個女人一個去 哈哈哈哈 一個禮拜之前 第一個人 然後四天前 第二個人 今天呢 就剛剛搬進來那個 呃 井森一家 那幾個老公 又死了 真的 哎呀 不是吧 這個絕對是怪異的 這裡已經被傳染到這裡了嗎 咀咒呀 肯定是咀咒啦 S區的所有人 搬到S區的所有人 都要被咀咒死了 哈哈哈哈 大哥你還沒說完 你為什麼這麼快跑得那麼快啊 我還沒說完 哈哈哈哈 阿婦女師 哎呀你好啊 突然音樂不同了 哈哈 看來有點Bug了 OK 它本來好像很恐怖一樣 突然間又 又 又有小小聲音 哈哈哈哈 一個油桶 裡面有很多空管 一個自動的販賣機 是不是很口渴呢 我們繼續走 廢字的摩托車 公共電話 喂大哥 我真的不知道 我應該去哪裏才有怪異 對了我都沒必要調查 這些垃圾桶 好嗎 進公園看看 公園不是有這個 扭來扭去嗎 扭去出來吧 咦不是啊 小女兒來啊 嗨小姑娘 今天天氣不錯啊 他要給你 看著搭殺人 為什麼只有你一個在玩呢 你媽媽在什麼附近 你嚇到小女兒了 哈哈哈哈 唉 我也不知道怎樣對付小女兒 哈哈哈哈 好好笑 不是說小女兒的玩具嗎 這個玩具 哈哈 哈哈哈哈 並殺你的樣子太恐怖了 你嚇到小女兒了 一個人都沒有 唉 我想現在大白天 沒有人都應該不算奇怪的 有女廁 進去女廁看看吧 不如這裡有女廁 對 我知道這裡有女廁 我現在知道女廁 才跟你 先進去吧 沒必要進去這裡 OK Never mind Never mind Never mind 聽來我要找個小女兒 不知道她在哪裡呢 小女兒 你去哪裡小女兒 小女兒 好像這裡是住宅區 對 我知道 但是我應該 沒有一間住宅可以進去 OK 我應該去哪裡 小女兒突然一撞 為什麼跑得這麼快 我也是要找小女兒 咦 找到小女兒了 咦 有個公仔 是什麼 一個破爛的玩偶 你是剛剛的 不要過來 等一會 對不起 我不是想特地嚇你 大哥哥我不是壞人 我媽媽說了 給那些不認識的叔叔 答話的話 要突然一大叫 然後套走 奶奶 唉 是不是她媽媽 唉 好像樣 媽媽 我原來是在這裡 不是說了給你聽 留在家裡 沒有到處走的嗎 阿 但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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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巡邏 是嗎 呃 我家裡的奶奶好像被你添麻煩 不是不是不是 小女兒活潑是一件好事 不過我也是要提醒你 你就應該注意一下你的小女兒 這個世界 你永遠都不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麼事 哈哈哈哈 你對著人家媽媽 說什麼道理 是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阿爸爸 死了 奶奶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我家裡的老公 等於這個 呃 我們還是先走了 他們就是 他們就是 街頭巷尾 說的那個家人 等於車子來射爆我的公仔 射爆我的公仔 射爆我的公仔 勾引小女兒 勾引小女兒 是不是 你們說 射爆你的頭 算 這個玩偶 看起來 我以為是這個鬼玩偶 殺國的 沒過好日 有個 有個大黑招 在這裡 不是啊 自己休憩 建議 喂 工作進行成怎樣 還完全捉不到頭緒 這篇區域已經開始有留言出現 都未搞清楚是不是怪異野的禍 是嗎 給我一些東西 這個是 怪異野太暗測器 拿著這個接近任何靈異的東西 就會發出一些討厭的噪音 他真是救過我好幾次命 你就收了他 嘩 嘩 嘩 建議好靈異 突然間不見了 斬一斬眼 半秒間 明明紅燈 轉眼變成綠燈 完全不知道有什麼事 嘩 嘩 這條街 挺漂亮的 但不能進去 全部都是表面的 表面的畫面 什麼聲音 OMG 已經發出了很討厭的聲音 到這裡 啊 啊 給我貼士 進來了 嘩 這麼大間 青素事業 蛤 這個 就是這個住宅樓嗎 名字 我記得好像是谷川月樓 難道就是這棟樓 咦 豬衣房到 請將垃圾分類 蛤 我應該走樓 踏車子 踏車子 傻的嗎 叫我過來呢 但我去多少樓呢 我真的不知道 剛才感覺到怪異 是不是我的錯覺呢 沒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 嘩 什麼聲音 嘩 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 是不是跟電梯似的 不是啊 你不關事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現在去哪裡了 走樓梯嗎 這個 觀賞植物 哈哈 我絕對不是這個時候在觀賞植物 好嗎 是不是出去呢 可能有人跳樓 是不是這樣 真的 不是開玩笑 對 因為以前我在中學的時候 試過有一天 無故 下午 新聞報道 立刻報道有人跳樓 聽到啵聲 很大聲 啵聲 不知道什麼事 之後就有很多救護車 你知道警察 才知道後面有人跳樓 所以其實 不是這樣嚇唬大家 如果聽到 另一聲音 就真的 有點準備 OK 有人跳樓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ASQ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蛤 怎麼了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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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靈魂了 哈哈 不行 那個是 你怎麼能夠 真的怎樣 不太明白 蛤 蛤 蛤 我不是很假的嗎 發生什麼事 CASE 2 S 你S區 剛剛那個靈魂又上回那個屍體的身上 是嗎 MUFFIN 蛤 我暈了 蛤 我不是被那隻新的怪兒嚇到 蛤 我是廉色蒼白到 連樣子都看不到 蛤 發生了什麼事 我不是暈了過去呢 唉 對了 終於眼妝被回來了 我以為嚇到樣子都沒有了 冰室 我出去看看屍體 欸 笑得 看到屍體消失了 為什麼會這樣 這裡附近還有沒有東西呢 繼續監測一下 還有哪間家裡有東西 蛤 出來 讓我這個冰室 調教一下你 調教你 你們這些怪兒 欸還有一個人 剛剛不在 哪位來呢 中年男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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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我嗎 天符到處起來回 蛤 是阿蜜蜜啊 太快了 不知道阿蜜 站在那裡 它突然間 襲警 這個茂里 什麼事 讓我追過去看看究竟 蛤 去哪裡 出來 喂 你還沒什麼 怎麼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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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丟我老毛西 出來 欸 嘩 看到他 糟糕 看到 這麼 喂 頭的白 看到這樣的 好害怕 這傢伙 不是剛剛那個 是 對啦! 喪屍! 走啊! 屎萎!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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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掉了頭的喔! 嘩!怎麼辦? 不要過來! 我開槍了! 擊退怪物逃跑! 擊退怪物還是逃跑呢? 擊退怪物! 跟他打個! 來了! 我冰塞! 啊! 啊! Game. Over! 看到他了! Hello! 這個音樂我聽到是什麼? 以為是什麼呢? FANTASTIC BABY DANCE! 不好意思!KPOP小弟! 這個人就是剛剛那個? 咬我一笨! 我要和你一隻抽! Come on! 激退怪物! 來了! 打爆你的視影偷! 過來追我啊! 追我一笨! 看來要射到30槍才會死 射啊! 嘩! 先走 等等等等! 射啊! 還有20槍! 啊! 啊! 好啊! 啊! 走啊! 嘩! 發得很快! 喪屍! 射啊! 還有14槍! 射啊! 嘩! 好快! 還有9槍! 9槍! 死了! 和他游花園而已 放心! 不怕! 還有6槍! 6槍! 搞定你啊! 看不到! 看不到! 差點! 差點! 跳! 不跳! 我要射爆他! 哈! 說了! 說了不跳! 這裡有很多刀! 說了打到傻子! 男人老狗! 你叫我走! 當然要隻抽! 我們先保證 我不想再打一次! OK! 好啦! 我們成功擊退了! 這隻怪物 咦! 有了!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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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聰明的人當然不會亂跟別人一起抽 耳機用事是不對的 OK! 但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沒錯! 玩了很久了 如果大家想看波子玩怪異症候群2 記得按LIKE! 冰神會不會成功可以拆架到CASE2 這個 谷川市S區的這些怪異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請你原諒我幾次無禮的舉動 蛤? 原因呢? 先不說你的原因 我是不會原諒你的 好啦! 那我就單刀直入 你被XXXX 看上了 XXX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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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呃...是的 呃...是因為...